这次R&A 我们有机配方的石谷米 它主要是强调的是多样化 所谓的石谷米 当然你会发现说 它是不是只有石样 其实不止 它这个石谷的概念是说 它是比较石井 而且量就是颜色 或者各方面的配合 那是多样 而且最主要还要强调 我们要是有机的 每一样都是要得到一个有机 而且安全的一个食品的认证 因为我们这些有骨的石谷米 是一直每天的 包括你的早餐 你可能会吃到它 或者是包括我们的下午茶 你可能会吃到它 所以这些的应用 而且老少咸宜 我们的石谷米 是可以当食品吃 也可以当成我们的 这个养生的一个餐点吃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 每天吃多样化 所以要教求的就是要有机 而且除了有机之外 它要配合到养生的一个概念 我们所设计的这个石谷米 包括有涵盖我们的五脏 就是干心脾肺肾 还有我们的五色 青色黄白黑 也就是说我们的宇宙里面 我们人体只是一个小宇宙 然后大宇宙里面 它有一个颜色 跟我们的气候的一个对称 所以当我们在配合的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的食物 跟我们的五脏 对称到我们的食物里面 那这个颜色 你要均衡的摄取 就是青色来讲 就是在这十五米 我们今天用的就是绿豆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绿豆可以就是清热解毒 对我们身体里面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 亚热带的气候 或者是说有一些气候 比较是变化来变化去的时候 这其实都需要 我们身体的一个抗氧化 或者是跟免疫系统 比较好一点 所以绿豆对这个部分 是有帮助的 那在这个赤色方面 我们用的是红豆 那有时候传统 我们在中医里面用的赤小豆 也是OK的 赤色对于我们的脏骨里面 就是对于我们的心 那这个心当然就可以增加我们的血流 那我们也知道 在现代营养学里面 这个红豆里面含有的铁质 是比较高的 那另外就是 在我们的这个养生学里面 赤小豆或者是红豆 它对于我们身体里面的排水 也是属于前面几个 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排名前面的 那跟我们的这个艺人 那我们里面也有准备了一些 什么红艺人 它的沥水的效果是更好的 那黄色呢 或者是我们说的白色里面 我们用的一些就是小米 那还有我们的莲子 那白色呢 跟我们的肺是有关系的 对我们这种压力很大的 睡眠不好的一个现代人 是很可以用的 有这样的一个泥土 或者这样的环境 培养上我们的五脏六骨 到高我们的身体的 精气神的一个就是延续 或者是说我们养生得到的一个 好的营养的一个表达 我的养生小秘方 其实就是天然的最后 脾胃其实是我们的什么 后天之本 在中医的养生里面 那你把脾胃照顾好 你的很多东西就会迎刃而解 怎么样让我们吃得好 又可以吃得吸收 又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肠胃的系统 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维持在一个养生的一个现象里面 我的养生的小秘诀之一 就是每天很重视我的早餐 那我的早餐里面 当然春夏秋冬会有点不一样 但是这个里面的 我们刚刚说的那些石骨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艺人 或者我们的黑豆绿豆 甚至于我们的很多的 包括的这个红艺人 这些是我在这个食物里面 那甚至把他打成粉 以这个为主 早餐的时候会加一点果仁来配合 所以我的养生就是这么简单 我为什么也不离开 我觉得 很 전最小 haya 我为什么能跟爸 air 在去和羽毛 来说台湾 arz我 tale 就是这个